每個人的生命都有極限 從古至今 人們用盡了各種方法 長遍了各種神藥 試圖挽留青春 卻依舊抵擋不住時間的摧殘 只能看著自己步履滿山 年華老去 一步步走進墳墓 但衰老真的是人類唯一的命運嗎 能不能蒙蔽死神的雙眼 永遠動靈在青春洋溢的十八歲呢 人體的零件每分每秒都在磨損 隨著年紀增長 秀斗的機率越來越高 各種病痛接著找上門來 然而就算你對身體呵護至極 生命也已經內建了倒數計時器 端力 預告著你的死亡日期 細胞分裂時 染色體末梢都會遺失一小部分DNA 為了保護遺傳資訊不會被破壞 端力成為了染色體的保護帽 每分裂一次 端力的長度就會縮減一些 直到大約第五十次分裂時 細胞將失去端力 達到海佛列克極限 不能再分裂出新的細胞了 身體的更新能力因此越來越差 劃下了生命的休止符 等一等 其實已經有許多方法 能夠暫停老化的過程 甚至有機會扭轉命運 讓人重返青春啊 像是幹細胞身為製造新細胞的 重要來源 卻會隨著年紀增大而漸漸消失 科學家從新生小鼠的下市秋中 取出幹細胞 植入中年鼠的大腦中 四個月後 中年鼠的肌肉功能 與認知能力明顯提高 壽命也比其他小鼠 延長百分之十哦 另外一個減緩老化的方法 則是清除衰老細胞 某些細胞失去功能後 成為了不再分裂 卻拒絕死亡的僵屍細胞 這些細胞隨著年紀增長 在身體裡越積越多 除了會傷害周圍組織 還會引起糖尿病 老人痴呆等老化疾病 如果利用基因工程 及藥物治療 消滅老年小鼠的衰老細胞 不僅可以成功讓小鼠健康長壽 還能長得失去的毛寶 解決衰老的方法 就跟造成衰老的原因一樣多 雖然動物實驗的結果 不能完美複製到人類身上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醫療科技的協助下 人類的壽命或許不存在極限啊 為了延長生命 有些人採取更極端的手段 在剛死亡時進行極速冷卻 長眠攝氏零下100多度的冰庫裡 等待未來科技逆天的時候 再想辦法解凍復活 世界上第一個進行人體冷凍的 James Beffer博士 已經冰凍超過半個世紀 還在等待退冰的那天哦 阿公,你今年幾歲啊 253歲 157 158